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动拉锚枪的使用方法 首先锚钉是多大的锚钉就配多大的这个拉头 拉头上面会有一个这里有个4.0的一个标志的 然后我们首先把电转调到正转调到反转 听到好会听到那个咔咔咔的响声 然后我们再把锚钉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把开关调到正转拉锚钉 好拉锚钉之后我们再把开关调回反转 把钉子吐出来就这么一个过程 下面这个上面都会有标志的多大的锚钉 一定要配多大的这个拉头 4.3 3.2 2.4都有的 一共一台上面配4个拉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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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